台北医疗科技展上分享 生物科技公司与大学合作 发现高浓度血小板血浆PRP治疗关键 在于是否经过活化程序 血小板是用来做血液凝固的 但是它也有缺点 有时候会造成血栓 那活化因子就是说 我们要导引它用在再生医学上面 所以这个分野就是 我们基础研究非常重要 研究首度获得国际证实 登上重量级期刊 未来将能强化PRP 在关节退化及肌腱韧带的医学运用 团队同时导入AI智能仪器 在国外除了应用于关节肌群训练 也用于中风后患者复健 与长者失智症预防 搭配专业物理治疗师辅助 提出关节智能再生全方位方案 PRP就是修复 就有点像是一颗轮胎有去修复 可是我这样子的运动的话 是强化这个轮胎 强化这个传动系统 这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方式 我们能够去跟医界结合 我们愿意去贡献我们的know how 去协助我们的诊所的医生们 大家来专心 细胞治疗研究持续突破 为临床应用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